IOA成员全招迷参加选秀时 就以洋王外的外表 坚强的创跳实力拥有大批粉丝支持 24日下午播出的SBS MTV的秀节目中 一段韩国男团Uptention成员雨信和IOA成员全招迷的圣诞祝贺视频 在观众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因为这段视频中雨信的手看起来就像是放在了全招迷的胸部上 在这段视频中雨信和全招迷开心的和观众打招呼 而雨信手伸出来的时候 以影片的角度来看似乎是碰上了女方的胸部 并且连续两次 当时可见全招迷第一时间往后退了一步 似乎有些堂皇 但很快恢复笑容握起雨信的手结束影片的拍摄 这段影片公开后立刻引起网友讨论 纷纷指出年仅15岁的全招迷竟然疑似遭到性骚扰 要雨信出面道歉或说明 德秀节目组迅速做出回应称 那段视频只是角度问题 并称所有现场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雨信没有任何不当行为 同时德秀官方立刻删除了该影片 而雨信与全招迷的经纪公司也先后发表声明表示 雨信与全招迷在拍摄那段祝贺视频时 一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希望人们不要再过多的议论和猜测 感谢观看